大熊猫的八字有多硬 想要长大全靠运气 成长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是他妈 熊猫宝宝刚出生只有100克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他妈作扁 所以刚出生的熊猫宝宝个头不大 嗓门特别大 时刻提醒他妈我在这里 熊猫的发情期一年就只有那么一次 一次就只有两三天 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 就算有幸怀上宝宝 妈妈心情不好不想生 便会停止妊娠 别看熊猫宝宝这么点小 逼幽一下就出来 其实一点也不轻松 由于熊猫产道非常小 出现难产 生娃难带娃更难 如果在野外更加的难 如果生的是双胞胎 熊猫妈妈只会养其中一只 另外一只就干脆不要了 吃喝勉强解决 新的问题又来了 开始随地大小便 妈妈便只能教他们道理撒尿 尿得高又高 方为大熊猫 等他们长成熊孩子 就能接受妈妈爱的教育 跌打损伤基本随缘 偶尔来上一记降龙十八掌 一直持续两年半 他们就可以彻底离开妈妈 去建立自己的家庭 这样的熊猫宝宝你爱了吗